字幕志愿者 李卓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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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早晨 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接聽有吳小姐 吳小姐 你好 早晨 想問誰 我又想問屏寶 屏寶我其實 星期五沽了少少 我想看今天會不會升 現在好像又不升 又不知會不會跌下去 請問怎樣看 你還有少少貨 是甚麼價位左右 35.1 都很厲害 上個星期五已經沽了 看見星期五都升得比較厲害 今天就回軟一點 跌幅差不多有百分之一 現在最新報36.3 他就35元左右有貨 Rafi 建議他繼續持有 還是怎樣 我覺得就繼續持有 因為一方面你說 以上星期五 其實真的都幾好地 沽了一半貨 都先吃了一些糊 剩下的貨尾 面上也是35.1 其實距離現在 雖然今天來說 你看到他不太升 但是距離現在 這個價位36.3.5 都還有過零行之利潤 我覺得又不需要 因為他今天不升 就馬上這麼快走 說真的 以回蘋寶來計 在撇除今天來說 特別上星期那一陣 其實都升了很多 原上升那麼多 今天高位度 稍為整固一下 休息一休息 我覺得都很合理 但以回休息後 我相信還有機會 都要向上試一試 因為始終以回蘋寶或冷卿故 都是 其實對比整個市 或者很多板塊來計 其實比較落後 所以我覺得其實去到這些位 都還有條件向上試 所以我覺得 與其你都比較 都覺得 又怕它升不起 我覺得你可以定住指站的位 如果接下來再下 才吃完那一半 但如果接下來不下 我覺得你再拿著它 初步指站位來說 放在36元邊 我覺得以這一陣 是真的沒力再上的 回到36元以下 我覺得你剩下的貨 才考慮到指站離場 如果不是的話 先拿著它 反而上面來計 我覺得以大概38元邊 做一個目標價 嗯 我明白 另一隻 就是中仁壽 都是內險來的 吳小姐 中仁壽是甚麼價位買入的 其實都17個領 可能17個3 是 那這隻又可以看多少呢 嗯 好啊 明白 是 看到中仁壽方面 就跟現價差不多 水平去買入 現在正在做17個6號2 如果這隻股份 如果說2318 就是跑輸的話 其實中仁壽更差 是 會否之後都可能有望 追回落後 看高一點點 可以 我覺得都有機會 因為始終以回內險 就是剛才提到 整個板塊都比較 叫做落後一點 而特別是國壽 更加落後幅度 更加之多 所以這番招 國壽不是突然間 走得太誇張的話 我相信 國壽也好 或是大險股也好 其實都有條件 再嘗試 所以我對於其 你本身 國壽拿著 現價這屆位附近 有貨的時候 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走 甚至以走勢來看 其實這隻國壽也算不錯 雖然它比較慢一點 但你見到它慢慢慢慢 都升穿了一些平均線 甚至乎那個勢頭 還是一個向上格局之餘 更加一個動力 都是比較大的 即是成交還是比較多 上星期 所以我以這樣看 只要接下來 站著17個半樓上走的話 我相信也有條件 試在試分大約18個半這位置 我覺得要你去到18個半附近 我覺得你才考慮到食屋離場 但現階段這位置 我覺得可以先持有處 嗯 好啊明白 好看回大市方面的走勢 今天突然間做得不太好 可能上星期連升五個假日 現在200是22.3的水平 吳小姐都覺得現價可能高了一點 Rafi覺得什麼價位吸納是最好呢 當然你以為這些根公指數ETF的計算 如果你要買的話 那句分主吸納是好一點的 但我覺得比較現階段 特別即時一點來看 當然這個位置先進去 就真的遲了一點 我覺得很認同花點 不是這些位置進去 但如果你是現階段第一柱來說 可不可以的位置去考慮 或怎樣看呢 當然暫時的市場其實都偏強 當然你見到今天的升勢不及上星期那麼明顯 但始終講真句 上星期特別由今個月初低位 去到上星期高位來計都升了一千多點 所以變相去到這些近個月的高位 稍為反覆下整股下 我覺得都很合理 但我覺得去到這位 就算你回也好 暫時我覺得也不會回得太多 所以我對這回鹽庫基金來計 你的第一柱如果真的要去考慮的話 口口22元以下 如果有機會下回22元以下 我覺得可以考慮第一柱 這些位置其實都暫時是安全的 假設到時候再下 大約一元以下才考慮再多一柱 如果不下的話 到時來計 起碼可以中線一點去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挑戰大家23元的流程水平 好的 明白 多謝了吳小姐的查詢 記得20000分住去給她 這個時候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邱小姐的 邱小姐你好 早晨 想問哪個股份 我想請問三個股票都未有貨 我想走的幫忙 首先問問信如光學 因為最近我位置在28元邊上不下 我想買這些股票應該是甚麼位置部署呢 邱小姐 如果你問三隻股份 可能有一兩隻 留下一節 沒問題 沒問題 那你講完三隻吧 OK 七年年陳信 他今天被大股東減遲 應該回到哪位置可以買呢 第三隻是27元 他在24元邊又不上 又不下 例如我上入這隻股票 應該是哪位要買入呢 麻煩兩位 好的 多謝邱小姐的查詢 先回答一下238 二順語的公安學 見到股價今天跌幅1%左右 現在去到28.7元 看看股價走勢 其實它在低位攀上升了很多 見到股價這幾個假日 就在28元這個水平走 優試者可能想炒波幅 Wafi 建議去什麼價位去增加呢 我覺得如果以上落波幅力契 這些位置就走為大家等 因為近幾天看到29元左右的位置 都有一定的阻力 好像是想慢慢回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就算看好股份 或者覺得世界比較好也好 比較漂亮的價位 大概就28元以下 10天線附近 我覺得去到那些位置才考慮會比較理想一些 然後到時來計算 上面的當然不需要這麼急去定住 因為一旦能夠破29元樓上的時候 我覺得還可以去 我覺得上面也不需要這麼急去定住 但反而下面來計算 如果你28元上車的時候 短線來說 我覺得大概50天線 26元邊做指示位 因為你看到由之前大概6月 由今年年頭升上來之後來計算 曾經試過幾次去到50天線 但就沒有真正要跌穿 所以你26元邊可以做一個指示位 穿回這位才考慮指示立場 暫時都可以 你接下來去留一留意 好的 我們另一隻 不如先回答銀魚 銀魚方面是24元邊的水平 銀魚是容易炒波幅的 也想問什麼價位去吸納 以及波幅怎樣行法 銀魚來說 我覺得如果炒波幅也好 要先回答一下 因為特別你看到上星期初 或者前星期開始 曾經看到豪都股或銀魚 都有些炒作性在 但去到上星期來說 連續幾次或加上今天來計算 都有一條50天線暫時叫做頂著 變相這個阻力位 都有一定比較大的阻力存在著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破不了的時候 股價可能都回到23元邊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考慮炒波幅的話 起碼是23元邊左右 你才考慮去試一試 然後下面來計算 以近月這兩個底 22元 1元做過指示 而上面來說 當然第一站都是提到24元 你當然要1元 但一破24元的時候 你才以25.5元做目標價 我覺得只要下面一樣 剛才提到的 你願意穿22元做過指示 到時才考慮試一試 好 明白 還有一隻700騰訊 可能這隻比較大隻 多東西講一點 我們留下下一節 再繼續解答 邱小姐的股票問題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和Wafi追回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呢 也沒有的 好 多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 好 多謝你 好 多謝你 好 多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